OK,那這是我們這禮拜的三十六跟三十七 那如願以償的 我們收到時鐘了 三十五期之後的只要長期訂閱戶就會有一個小時鐘 那 我們這邊的話可以小時鐘就先開箱吧 這個 他們是說這是 Made in Taiwan 是台灣製的 然後裡面格子就 這樣子 然後一張很簡單的說明書 打開來了 裡面就很簡單的包裝跟一個時鐘 我有特別準備電池 希望應該是可以打得開 打開了 他外面的這個塑膠 的質感 非常好 他是那種 類似像 非常薄的一層橡膠塗在外面 希望這種橡膠 他不會在 時間一久之後 希望他不會融化 因為這種額外在塗 這種額外在塗上去的 的 這種橡膠的話有時候會融掉 然後就變成他外面這個皮 摸起來就黏黏的 現在把電池裝進去 蓋起來 OK 非常好 你可以發現到 他是靜音的 好 這是靜音的 那你現在有背琴聲 有聽到一個滴答滴答聲的 那個是我的時鐘 OK 這是我房間的時鐘 然後我們比較期待的是 聽到他的聲音 OK 我們看一下 我們把 現在是 先等一下 先調整一下 我現在的錄影時間是台灣的將近快要 10 在9點50分左右 9點55分左右 OK 那我們把 這個時間就定在 OK 聽到跳一聲 然後我們把他打開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起床囉 時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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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囉 OK上面一壓 這個 鬧鈴的模式就結束了 那如果要再聽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把他打開一次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OK 這聲音聽起來沒有很大但是也沒有很小 然後 這個時鐘唯一比較 可惜的地方是 他沒有被光 所以基本上 只要在沒有燈光的地方 這時鐘就 沒有什麼作用了 那 有機會的話 我會花一點時間 自己做一點改變 然後讓這個按鈕 壓下去的時候 他至少要發個光 要不然的話 晚上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 比較 高興的是 可以看一下 OK OK Made in Taiwan OK 買了這麼久的ROBI 終於有一個東西是Made in Taiwan的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組裝的部分 OK 接下來這邊是我們36旗的部分 36旗呢 一如往常 非常 非常非常 令人不解的包裝 就是零件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開始在組裝他的左腳部分 所以 即使組裝步驟應該會跟之前的差不多 那我們現在唯一要 現在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說 這些零件 是否完整 然後 有沒有出現任何的問題 OK 呃 看一下 剛剛還 剛剛不好意思 我剛才認了一下 因為 有塑膠鍵 但是沒有任何螺絲 然後後來我才 踩右翔 插住按鍵又驚訣 在前面幾期的話基本上 在右腳的部分呢 這的確也是沒有螺絲的 因為我們只需要組裝一個很簡單的步驟 就完成這一期的組裝了 就是把我們之前 把我們之前 第10 應該是30 這是35旗的馬達 我現在發現到 我們怎麼去確定說我們35旗的馬達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到我們現在手上有再多一顆馬達 如果你有跟著我們一起組裝會發現到手上還有再多一顆馬達 然後再連著線 這邊的話可能比較麻煩 所以 為了避免 日後再組裝會出現這種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手上有兩顆馬達 而且它線 它線的長度 基本上也都快要一樣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搞不清楚 這顆馬達大概也是變好幾號 如果這時候你在裝錯的話 可能 機器人第一次動作的時候就把那個馬達給燒掉 這個在日本 已經發生過了 所以基本上以後 可能我們要把馬達裝上去就是像這樣子 有馬達跟連接線好的時候呢 我們要組裝上去的時候 我是覺得 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我們設定器拿出來 然後接上去 電源打開 它的確是會閃 OK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只要按壓下TEST 好 馬達勝確轉動之後 它自己會跳來 這時候它自己這邊 它自己這邊就會跳 跳 就會跳過來 是11 我們就可以確定這是第35期 我們 組裝好的那顆馬達 那我們 我們並沒有拿錯 這邊我是蠻不解的 為什麼 都已經裝一半了 然後會有一顆馬達閒置在旁邊 是我沒去組合到呢 還是說 因為我有去 我有自己在花一點時間去確認 的確我們是多一個馬達 然後那顆馬達是 那顆馬達是在 右腳的 應該算是 連應該是 它應該 它應該是 這一顆馬達 位於 ROBI ROBI這個位置的 這一顆馬達 但是它一直沒有組裝起來 這覺得非常奇怪 OK 那我們把馬達的線這個蓋子打開 然後我們把這些東西全部拿出來 這門前面的35期我們確定是OK的 然後 再確認一下這些線的確是都有插好OK的 然後我們把這個蓋子拿出來一樣 穿過去 照他這個方式呢 轉過來 OK 好的 馬達就像這樣子放進去了 我們再確定一下我們裝的方式是否是一樣的 OK 那我們再確認 稍微稍微 確認一下說馬達線沒有被壓到OK 好的 把螺絲 組裝回去 這邊鎖的時候可能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邊就是網友有不斷在強調說 鎖一鎖之後這邊會出現白色 這只能講說 ROBI用的這些塑膠呢 它的 質量密度的話 好像感覺不是很夠 但是有人在講說那就是偷料 但是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是覺得說他是為了幫ROBI減 減重 因為我自己 前面一起我曾經介紹過我自己的機器人 那機器人其實整個身體的塑膠件全部加起來 將近有 大約可能也有 半公斤重左右 你這邊加半公斤 這邊要撕 這邊要 提出多少的力量來 才能抵消這個力量 所以基本上 機器人當然是越輕越好 然後 我們把馬達鎖緊 4個馬達鎖緊 4個馬達鎖緊 都鎖緊 那我在鎖的時候呢 OK 這邊馬上就出現白化 攝影機可能是不太好 可能拍不太出來 這邊基本上已經白化了 白化已經出現了 所以 沒辦法 這就是宿命 那我們只能說 就接受這個事實吧 這邊基本上已經裂掉了 這邊已經出現裂痕了 沒辦法 這大概就是宿命了 就這樣子 那我們也就是 鎖完這顆馬達之後呢 我們36起的部分 就算完成了 然後剩下這兩個零件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繼續組裝第37 37起的部分 OK 這是我們37起的部分 一樣 打開 37 的確 就是 令人失望到家 所以 這一期大概也沒有什麼東西要組合 看看 連接接的部分我們就 先保留 然後 重點是 這塊塑膠 恩 OK 在上面講的時候 拿這樣子 這樣子 轉過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這個樣子 是這樣裝 沒錯 裝上去了 OK 就這樣子 就這樣裝好了 我們再看一下 還有一些步驟的部分 好的 真的非常 OK 如圖所示 這期37就結束了 有